在上节课的学习中,有几个问题需要同学们课下查阅资料,都解决了吗?哪位同学和大家交流一下? 在上节课初读课文时,我不知道冀中平原是什么意思,于是查阅了相关资料,知道了冀中平原地处河北省中部,河流纵横,物产丰富,交通发达,因为特殊的战略地位,成为抗日战争时期比我双方争夺的重要地区之一。 我是对大扫道,封锁沟和封锁墙产生了疑问,通过上网,阅读书籍,以及询问家长,直到了1942到1944那几年,日本侵略军在冀中平原上大扫道,还修筑了封锁沟和封锁墙,十里一雕,八里一宝,想搞垮我们的人民武装。 当时冀中平原已经被团围围困,对人民武装发展造成了极大的障碍。 我爷爷是位退伍军人,他告诉我,地道战是当时最有效的打击敌人的斗争方式。 这两位同学非常会学习,通过查阅资料,询问家长等方式,不仅解决了在阅读中产生的疑问,对地道战的背景还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为后续的学习奠定了基础。 这节课,我们将围绕着课后第二题,地道战取得成功的关键是什么这个问题,用较快的速度莫读课文,抓住关键的词句,去探究地道战成功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我认为地道的试样多,是地道战取得成功的关键,所以想重点介绍这一部分。 通过读课文,我知道了第四自然段,是围绕地道的不同试样和结构来写的,突出了地道设计多样,一手难攻,富有创造性的特点。 从村里的地道挖在街道下面,跟别村相通的地道挖在庄稼地下面,这句话,看出人们在设计地道时,既注重地形的选择,又重视地道间的通联,让地道的作用发挥到最大,可见设计的周密性。 我也介绍试样多这一特点,文章写得非常具体,我特别关注了第四自然段中的几个数字,四尺多高,大洞容得下一百来人,最大的洞容二百多人。 说明地道里特别宽敞,躲避敌人时可以有足够的生活空间,地道的顶离地面三四尺,说明地道很坚实,隐蔽性强,庄稼不仅是最好的掩护,而且保障了人民的生活来源,所以我认为,地道试样多,是地道站取得成功的关键。 我对你们的发言还有补充,我认为,第三自然段也有对地道试样的描写,这段的第一句话,说起地道站,简直是个奇迹,是这段的总起句,后面的内容都是围绕这句话写的。 我还抓住了不计其数,家家相连,村村相通这几个词,看出地道的数量多,从横的,竖的,直的,弯的,看出地道的样式丰富。 如果把这两段合起来,地道适量多这一特点就更加具体全面了。 这位同学补充得非常及时,他关注到了段落的结构,大家都来读读第三自然段,这一段的第一句话,说起地道站,简直是个奇迹,对地道站进行了高度精炼的概括,是本段的总起句。 如果让你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一部分的内容,你会怎么说呢?你一定会抓住适量和数量这两个关键信息,概括为,地道数量多,适量多,互相通联。 这一部分接下来的语句,点出了地道站,保护百姓,打击敌人的作用。 刚才这几位同学,围绕着地道适量多这一特点,通过抓住关键的词句,将这一特点展现了出来。 让我们感受到了,这样的设计太神奇了,同学们都来读读三四自然段,在读中进一步的体会,地道的适量多是地道站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刚才这几位同学的介绍充分说明了地道站简直是个奇迹,但只是地道站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我觉得成功的关键还体现在出口的设计上。 大家来看课文第五自然段,我觉得这段写得最精彩。 地道的出口也开在隐蔽的地方,外面堆满荆棘,有的还在旁边挖一个线坑。 坑里插上尖刀或者埋上地雷,上面用木板虚盖着,板上铺些草。 敌人一踏上去就翻下坑里送了命。 这段中提到的陷坑这一机关具有隐秘、安全的特点,让敌人分不清真假虚实。 进来了就是死路一条,真可谓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我也对地道的出口特别感兴趣,除了刚才同学说的,我还有一些补充。 出口的巧妙还体现在每一个出口的旁边都有一处独特的设计,也是杀敌之胜的关键。 坑里插上尖刀或者埋上地雷,民兵拿着武器在洞里警戒。 一个人把这关口,一万个人也打不进来,敌人示尽得来,出不去,有来无回。 一说地道战,就令敌人闻风丧胆,这正是地道的威力所在,也是取胜的关键。 我特别关注了截口的设计,简直是妙不可言。 任你进来多少敌人,躲得过民兵的把守,避得过陷坑,地雷,可以逃不过截口。 地道里每隔一段就有个很窄的截口,只能容一个人爬过去。 只要一个人拿着一根木棒,就可以把截口守住,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消灭敌人,不费吹灰之力,这才是大智慧,这才是杀敌制胜的关键。 听了这几位同学的发言,我们热血沸腾,他们对本段内容当中的关键词句抓得很准,通过细致的分析,将地道出口设计巧这一特点充分地呈现了出来。 如此巧妙的设计,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请同学们都来读读第五自然段,将本段中体现出口设计巧相关语句画下来,把感受写在旁边。 地道战取得成功的关键,除了地道释样多,出口设计巧这些特点之外,还有防御敌人墙这个特点。 那同学们,请你用较快的速度莫读第六自然段,读得快还要想得快。 一边读一边想,才能及时捕捉有用的信息。 一会儿老师要考考大家这一阅读方法以掌握的情况。 这里有一道连线题,请你根据阅读的内容试着连一连,对照正确答案,看看你是不是都连对了。 我都连对了,是因为在阅读时,我对这段的关键信息提取的准确,下面我和大家来分享我对于防御敌人墙这一特点的理解。 课文中是这样描写的,洞口准备着土和沙,可以用来灭火,结口上装着吊板,如果敌人放毒气,就把吊板放下来挡住,不让毒气往里透。 对付水供的法子更妙了,把地道跟枯井岸钩连接起来,敌人放水的时候,水从洞口进来,就流到枯井岸钩里去了。 任敌人想出什么毒辣的法子也不怕,因为各个村子的地道是相通的,大不了转移到旁的村子去。 通过这些描写,我们不难看出,智慧的寄中人民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一次次粉碎了敌人的破坏,真是让我们佩服。 我来补充同学的发言,我觉得地道的防御能力强,已经让敌人彻底绝望了。 敌人尝到了地道的厉害,这句话就充分说明了地道的威力无比强大,不止一次摧毁了敌人的疯狂进攻,将敌人打得落花流水。 于是敌人将最毒辣的火攻、水攻、毒气攻拿出来,想以此来搞垮我们的人民武装,但敌人的破坏没有得逞。 冰来将挡,水来土掩,巧妙的设计,再一次瓦解了敌人的诡计,这不也是地道战取得成功的关键吗? 这两位同学的发言,足以说明了地道的威力。 老师再给大家播放一段视频,你可以更加真切地感受到,防御敌人墙也是地道战取得成功的关键之一。 给我放毒,灌水,把他妈都焖死在里面。 老师再来把他ách卖给我越来。 小的汽车都移开,为了先炒。 小的汽车都移过去 kitsch的期待,雪车都移开。 在汽车都移开,会把点子放开。 精彩、雷,磷,雷,雷... 最后,继续煮一下。 水是宝贵的 应该把它送回原处 烟是有毒的 不能放进一丝一缕 从视频中 我看到了敌人的破坏 没有得逞时 狼狈不堪的样子 觉得特别简气 第六自然端的语句 又让我感到振奋 人民武装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足以说明我国人民 在对敌斗争中 无穷无尽的智慧 与顽强的斗志 这么精彩的内容 我们请一位同学来读一读 敌人尝到了地道的厉害 想方设法来破坏 什么火工啊 水工啊 毒气工啊 都用变了 大家又想出了许多妙法来防备 洞口准备着土和沙 可以用来灭火 接口上装着吊板 如果敌人放毒气 就把吊板放下来打住 不让毒气往里透 对付水工的法则更妙了 把地道跟枯井岸沟连接起来 敌人放水的时候 水从洞口进来 就流到枯井岸沟里去了 任敌人想出什么毒辣的法子 也不怕 因为各个村子的地道是相通的 大不了转移到旁的村子去 在学习中提炼关键的词句 对课文内容的把握就会更加的准确 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 真的非常重要 就地道战取得成功的关键是什么 这一问题 我们继续来交流 我想和大家交流第七自然段 这段主要写的是信息传递妙 战争想要取得胜利 信息的传递至关重要 这段看似和地道的构造设计没有关系 但读完这一段后 我发现 地道里面可就用有线电了 一根铁丝拴住一个小铜铃 这一拉 那就响 拉几下表示什么意思是早就约好了的 这一句话告诉我们 这种传递信息的方式 是根据地道的特殊构造想出来的 信息传递及时 准确 不也是取胜的关键吗 我觉得抓住关键词句 捕捉有用信息 是一种特别好的学习方法 我抓住了无线电和有线电 结合这段的内容 理解无线电 其实就是通过一种特殊的吆喝声传递离情 老百姓敢牲口会吆喝 众地劳作也会吆喝 在平时太常见了 丝毫不会引起敌人的怀疑 更不会想到这吆喝 还有如此重要的作用 有线电就更好理解了 地上用无线电 地下用有线电 这一上一下就把敌情传递了出去 记忆中人民太智慧了 这么妙的传递信息的方式 让我们感受到了记忆中人民的智慧 令人称赞 带着这份赞美之情 我们再来读一读这一自然段 同学们在快速阅读中 通过抓住关键的词句 了解了地道事样多 出口设计巧 防御敌人墙 传递信息庙这些特点 深刻感受到了地道战 这种斗争方式真可谓是我国抗日战争史上的奇迹 请同学们带着自己的理解 把课文中描写地道特点的相关内容读一读 地道战取得成功的关键 除了地道令人称觉的特点 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呢 请同学们结合课文内容说一说 我觉得地道战充分利用 记忠平原这一地势 智慧的记忠人民因地制宜 就地取材 设计了适应人民群众生活生产需求的地道 设计巧妙 机关重重 敌人进得来出不去 利用地道战一次次打击了敌人 最终取得了战斗的胜利 我同意这位同学的说法 我还要补充 地道战取胜的关键 除了地中人民的智慧之外 还有就是面对日本侵略者 一次又一次的疯狂扫荡 中国人民毫不畏惧 英勇作战 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 所表现出来的保家卫国的勇气和力量 这也是地道战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同学们说的都很好 我从课文的第二自然段中还找到了地道战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先来读一读 为了粉碎敌人的扫荡 地中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中国人民所表现出的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这些方面 多角度的理解了地道战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这节课 同学们在质疑解疑中 学会了带着问题 用较快的速度 没读课文的这种阅读方法 一些同学还用到了之前学过的方法 在语文原地交流平台中 对阅读要有一定的速度 进行了归纳总结 到底有哪些方法呢 请同学们带着这个问题 读一读交流平台 都读完了吧 相信这些方法一定对提高阅读速度有帮助 当然提高阅读速度并非一朝一夕的事 俗话说 熟能生巧 让我们不断练习 努力做到集中注意力 眼睛看得快 脑子想得快 阅读速度就一定会提高 逐渐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 老师建议大家 课下再读一读 《记中的地道战》这篇课文 看一看地道战这部影片 相信你会有更多的收获 这节课我们就学到这里 同学们